你知道为什么在沙漠中 遇到可死的骆驼不能碰吗 如果碰了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骆驼作为极少数能够在沙漠中生存的动物之一 就算很长时间不喝水也能够轻松地生存下来 再加上骆驼身上独特的驼风 这些特性总是让人们对他们的身体构造感到十分好奇 因此每当有人在沙漠中看见倒在路边的骆驼 总是想上前一探究竟 然而经验丰富的人却说 一旦遇到这种骆驼 千万不要靠近触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会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吗 曾经有人在沙漠中航走的时候 看到了路边躺着一只死去的骆驼 他认为骆驼的驼风中储藏的一定是水分 所以为了获得一些资源 他便上前将骆驼的驼风用刀割开 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设想的方向发展 驼风中不仅没有水 反而还因为他的行为导致骆驼尸体出现了爆炸现象 这种情况让所有人都十分震惊 既然如此 那么骆驼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爆炸现象呢 其实这是因为在骆驼死后 他们身体的机能会逐渐停止运行 由于无法及时将气处理掉 所以他们体内就会滋生很多的微生物 而这些微生物发酵之后 就会让骆驼的体内积攒很多的气体 如果此时将气滑破 那么大量的气体就会引起尸体的爆炸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骆驼的驼风中储藏的并不是水分 而是大量的脂肪 因此就算将气切开 也是无法获得水资源的 既然骆驼驼风中储藏的并不是水分 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长时间不喝水的呢 自从知道骆驼驼风中储藏的不是水分而是脂肪后 很多人对于对于骆驼就产生了更多的好奇 他们究竟依靠什么才能够做到如此长时间不喝水的呢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虽然骆驼不用经常喝水 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不喝水 骆驼每次的饮水量是能够达到一百多升的 这也是他们长期生活在干旱地区所进化出的能力 毕竟在干旱地区能够喝水的机会十分珍贵 必须一次性摄入大量的水分 才能保证接下来几天的正常生活 除此之外 骆驼在喝下大量的水之后 也会进行十分合理的安排 他们的胃里有着一些能够储水的部位 这样就能够合理有序地安排水分的利用 除此之外 为了能够节约体内的水分 骆驼还进化出了调节体温的功能 根据不同的温度将体温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这样一来就能够减少出汗的次数 更重要的是 骆驼的尿液也非常少 就连他们的粪便中也几乎没有水分 这些习性都是骆驼为了能够在 环境恶劣的沙漠中生存下去所进化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 骆驼还有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特殊能力 那就是他们能够将自己呼出去的水汽 进行二次回收利用 可以说是把有限的水分利用到了极致 不过虽然骆驼有着强大的耐干旱能力 但是如果长时间不喝水 也是会被渴死的 沙漠中的植物非常少 难道骆驼不用喝水也不用进食吗 虽然骆驼能够很好地利用体内的水分 但是如果需要长期行走 那么所需要的能量也是不少的 既然如此 那么骆驼又该如何在沙漠中获得能量呢 一提起耐干旱的植物 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想起仙人掌 而仙人掌作为为数不多能够生存在沙漠中的植物 自然也就沦为了骆驼的盘中餐 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仙人掌浑身长满了尖刺 为什么骆驼却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呢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仙人掌的刺其实就是它们的叶子 由于沙漠中实在是缺水 所以仙人掌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 就逐渐将自己的叶子退化成了一根一根的尖刺 而这些尖刺也成为了仙人掌的防御手段 不过骆驼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毕竟沙漠中出现的植物并不多 所以为了能够抵御仙人掌带来的伤害 骆驼的嘴里进化出了一些凸起的角质层 能够将仙人掌的刺保持在同一个方向 从而避免骆驼受伤 并且骆驼的体内还有一个能够进行反除的胃 这样一来 就算骆驼将仙人掌吞下也不会受到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 就算是骆驼一时间无法获得食物 它们驼风中储藏的脂肪也会转化为能量来维持身体所需 这样一来 就大大提高了骆驼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下去的概率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屈普文心争稿了